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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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误会女主是男二的妻子 就把男主房积号给了想要勾搭男二的外国妹子 女主撞破男主和外国妹子光着身子 难过她出门买醉喝到忘了自己的名字 男二又又突然出现扛着女主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 女主错把男二当成男主狠狠勾着她的脖子 男主撞破这一幕指着男二的脑瓜子 说 这不是我想要的日子 作呢 所以 男二娃沙子的熊孩子 你认不认错 之后 为了挽回这段作情 男主特招进入了女主的大学 德瑞士的圣德学院 德瑞士 圣德学院 德瑞士圣德学院 一间专门为大家族培养继承人 而建的专修学院 我们在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都设有分校 每年荣誉校友的捐款数额 更是达世界第一 其实你要这么讲 我们爱丽丝顿商学院就有点不开心了 通常在这样的大学 都会有一个怪蛋的组合 在圣德学院 他们叫圣德四少 人群中你几乎一眼就可以认出谁 是圣德四少 现在 向我们走来毫不掩饰骚作的 就是圣德四少中的三少 麻烟 你不注意看的话 他以为向我们走来的是 台湾台南区一林路并不算长 大约有一公里左右 但是红绿灯就安装了31个 想象一下 31个红绿灯并排是多么的可怕 向我们走来的是 而在看了十几后 我突然意外的发现 这边再小的配角都有他们的姓名 而我们的三少竟然连名字都不配有 既然他们是圣德三少 三少 就应该有一个配得上三少的名字 不如就叫他们 欧若拉吧 欧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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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重要的圣德第四人 也就是南澳 李申东 因为出生在永夜疆治 天生体寒英雄 今天的李申东 也把家里的地毯 屁到了身上 我们的欧 就比较正常 应该是早上出门记得吃药了 欧若 完全像是掉进染膏泡了一夜 只拉吧 嗯 介于我对鲍文还处于不慎了解的状态 那就简单地评价一下吧 丑丧 没了 和其他大学一样 圣德学员也是需要军训的 和其他大学一样 圣德学员也会用两架武装直升机 直接把学生运到军训的地方 和其他大学一样 圣德学员鼓励男生就要有男子气感 能动手 尽量 可是老师 这位同学都被打出雪来了 真的没事吗 这 就是圣德呀 而打架的两人 正是男主含七路 和男二 离永夜将至 男主为了挽回女主 涌动机般地散发着她的前夫魅力 一言不合 就公主不报 当女主摔伤 不便行动的时候 男主更会贴心地搭着妻子 混进女生宿舍 给女主送去一整个药箱的 感冒灵 在女生宿舍遭遇了色狼前路 那一被盗事件后 男主更是联系了家里人 不惜重金买下了 李海诚服装企业 龙头爱达总裁 立志成他们家 和女主搬了进去 男二 离永夜将至 就显得那一脸许多 他会到女主楼下表白 说一些唯一到变态的话 你身动 你在干什么 表白啊 你有病吧 如果喜欢你是有病的话 我愿意一变不举 这也太浪 慢了吧 男二 离永夜将至 一变不举 为了显示自己的主传地位 打击男主 他的手段可以说是惨无人道惨绝人寰 比如 他会在男主背后 偷偷的贴竹销链的小纸条 在和男主搬到一个宿舍后 偷偷录下男主磨牙打呼的声音 当作威胁 你要是再敢打扰暗初夏创作 我就把 你就怎么样 我就把你磨牙打呼的视频 发到学校论坛 你瞎说什么 那我们就学校论坛上看吧 你敢 嗯 嗯 这个怎么看都是在调情吧 同样的 男主为了捍卫自己的主传地位 主动找上男二 警告他不准再接近女主 他说话的勇气 是那么严肃 他采取的心动 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只见他 操起台球杆 一头 戳着他的弟弟头 一头 戳着自己的弟弟头 然后 松手 人体良意敢 嗯 这股暧昧的气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让李永夜将至一兵不举得到女主 欧罗拉更是纷纷出谋划策 既然男主是一个学天文的理科生 自然不能跟我们多才多艺的盛德四少相机并论 那我们就在学校的联谊会上 用才艺来羞辱他 于是 我们看到了四少 为我们带来的起舞 以及男主为我们带来的钢琴独奏 当然了 一次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什么 欧罗拉又想到一技 我们要在男性魅力上侮辱他 于是他们 一同参加了校园颜值担当模特大赛 欢迎来到校园颜值担当模特大赛比赛现场 下面 掌声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参赛选手 他是 张绍刚老师 有请第二位参赛选手 他是 张绍刚老师 啊 比赛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第三位参赛选手登场了 他也是张绍 啊不 这一次 是马东老师 台上这五位张绍刚老师和一位马东老师 真是难分不中啊 所以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偷我们张绍刚和马东老师的衣服了 以上就是我的恶魔少爷前部分的大致内容 总的来说 我的恶魔少爷是一部从上到下 无处不散发着傻屌气息的剧 但我想说的是啊 傻屌不等于毫无逻辑 傻屌更不等于低龄 当我看到女主为了惩治坏学生走进电玩厅 拿起玩具枪 一对乱射的这种情节 怎么想 这都应该是女主的幻想 然后导演告诉我 这就是真实 这就是我想拍给你们看的报复情节 What the fuck 你们这不是在拍傻屌 你们这就是傻屌啊 在看近期热播的我是大哥大 同样看着傻屌 但男主渴望成为不良少年的人设明确 人物行为动机也实非清晰 令人激情 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啊 我之所以能追完我的恶魔少爷这部剧 完全是因为我在找素材写稿截图 每次按暂停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下 所以我要向你们推荐 人不彪悍 广少年 我是罗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我ÁM 晓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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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